一籃籃一箱箱蔬菜水果 是里长方和生 从冰江市场亲自载运过来 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不好的弄掉 接着立刻送到厨房 大锅产拌炒香喷喷的菜 等等就是让社区老人中午 共餐的佳肴 另一头煮好放在保温盒里的 是要等别的礼来拿 位在南机场的钟情礼 被称为是台北最穷的 但他们每天中餐加晚餐 就可以出500到600个人的 餐食份量 里长方和生说 要照顾社区里上百位老人家的温饱 每天公餐费用非常大 而明明很多若是乎饿肚子 但却一堆食物扔焚化炉 如同两个世界 后来他实地走访菜市场发现 当天没有卖完的 他们卖相不好的 他们就集中在一个 专门处理回收的地方 丢进去然后缴税 那再来就请回收商 倒红华炉 可是有些卖相不好 看了菜头尾切一下 搬一下黄色的叶子 事实上他还可以吃 还可以煮 所以我们在家里 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妈妈跟阿嬷 我们回到阿嬷家里 阿嬷很快 就变作一桌菜出来 可是当天没有卖完的菜 不代表他就不能吃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些机制 让企业相信我们 我们拿这些食材回来 我们马上变成餐点 所以我的厨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我的厨房叫做无菜单料理 卖剩下的蔬菜还是新鲜的 当天赶快料理就不用浪费粮食 根据方和生建立的 珍吉祥食物银行统计 这里每个月可以抢救至少 1万7千公斤的生鲜食材 1万8千公斤的耐酒食品 9千公斤的面包 提供超过1万份碎食餐点 服务超过400户的弱势家庭 一家食物银行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量 代表有多少东西被浪费 帮很多老人洗澡 像我们有时候帮偏乡的居家服务员 他们带了两个月到期的沐浴乳 一个半月到期的尿布 包括我社区的长辈 我们也都这样做 帮他洗澡帮他换尿布 这些东西并没有过期 可是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 每一个人希望去买的时候 都需要买到一年到两年的 有效极限 你也绝对不愿意买到两个月的 或三个月的 所以这些厂商必须下架 下架以后就必须花一大笔钱 去处理这些费用 方和生把资源连接到全台各地 照顾更多偏乡的弱势族群 市场 卖场 面包店等等 都透过他的食物银行 让粮食和物品续命 而更深层的是 他看到礼上的长辈 透过送餐 让老人家补充足够营养 身体变好后 就能够走到社区 跟大家一起共餐 做活动 而不是在家发呆 日渐衰老 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觉得蛮愉快的 心情很好 OK 你说跟以前比起来 好 太多了 很高兴 有人聊天 有吃饭什么的 一周五天的见面 长辈有状况也能很快发现 房饭孤独死 而民众叫外送很方便 但常有吃不完的困扰 现在 你的是哪一个 我的是饭减量的那一个 日式猪排定时 两个餐盒 一个正常饭量 一个饭量少 这是在用APP点餐的时候 就能够在里面直接选 主食减少三分之一 精准的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 针对我们全平台的 用户去发了问卷 然后在回收一万多份 问卷中发现说 消费者如果遇到 餐点吃不完的情况下 有超过三成 都是因为份量太多 所以我们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推出零圣食计划 针对国人喜欢常点的 这种饭面类的餐点 推出饭跟面量减少 三分之一的这个选项 那目前全台已经有超过 一千一百家餐厅加入 从推出到现在 已经减少超过 五千公斤的食物浪费 根据环境部统计 台湾每年平均产生高达 两百二十一万吨的厨余 加上垃圾太多 全台的焚化炉根本不够用 要让环境永续 得从我们每个人开始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 跳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车转的新闻 希望能够用 需要据 这是新闻的新闻